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主持 此二句名 庄严主功德成就 佛本何故兴此愿 建有国土 罗刹为君 率土相淡 宝伦祝殿 则事欲无余 辟致风靡 岂无本也 佛看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的国土 那个国主是个罗刹 那就麻烦了 这个国主喜欢打仗 那他的老百姓都要当兵去侵略别人去打仗 那你要碰成这样一个国王 我们的日子就苦了 那个战争谁最倒霉 老百姓 太太失去丈夫 父母失去儿子 那是绝对没有胜利的 胜利的人也是杀敌一千 自身也八百 所以这个战争是绝对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大众有福呢 你感应的这个国主啊 有道德 爱人民 你看阿弥陀佛出家之前就是个国王 他叫世饶王 他就爱护老百姓 这个要大众要有共业 要都有福报 他感应和平的世界 就宝伦筑殿 则事欲无余 辟之风靡 岂无本也 宝伦筑殿呢 我们就说他这个 转人圣王好像平定释放 大家就和平了 不用战斗 就像风吹过来一样 所有的事情都平息了 所有的草都 都被影响了 世界和平了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呢 假如你遇到的这个 国家的领导人 你到一个团体 团体的领导人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有 我们大家要有福报 你要去参加一个团体 你要看这个团体的领导人 有没有福报 看这个团体有没有福报 假如你没有福报 没关系 你找个有福报的团体 参加进去 你就有福报了 假如你很有福报 你参加这个团体没福报 你福报也被折掉了 所以投靠 参加什么人群呢 要注意 现在大家会不会 你知道哪个团体最有福报 阿弥陀佛的团体最有福报 为什么呢 他领导人 主功德成就 你一家 你是一家之主 那你要是有道德 你这一家人都受益 一家之主 要是没有道德 家庭成员有道德 都不容易调整过来 那都需要一定的缘分 所以同学们 我们别人我管不了 我们自己先要被 阿弥陀佛给助持 阿弥陀佛不光是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主持我们 你现在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阿弥陀佛就主持你了 你一生的命 就是阿弥陀佛来加持了 有的时候遇到不顺 没关系 阿弥陀佛加持 可能在不顺的情况下 你才能更明显地感受到 阿弥陀佛就在我身边 大家看 事故心愿 愿我国土常有法王 法王善利之所主持 阿弥陀佛这个世界 是阿弥陀佛做主持 什么叫主持 后面解释 助持者如黄虎持子安 千灵更起 于母念持子 经 这个字我没查 经什么不坏 今天查了 记错地方了 没记在这纸上 但是底下有几字 就是这个鱼啊 这是举比喻 鱼的母亲呢 用念力 持 保持她这个子 鱼卵呢 不死 经过冬天的水 夏天的水 干水等等 她这个卵为什么不死 本来应该是 但是不死 就母亲那种念力 在加持她 前面呢 就是如黄虎持子安 这个子安是一个人 她在这个市场里面 看到有一个 看到这么一个鸟 她就把她的衣服卖了 把这个苗买下来 放生了 后来子安死了 这个鸟啊 就飞到子安的这个墓上 就念 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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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鸟的 这个鸟就天天念 念到最后啊 这个鸟死了 子安的家人呢 把这个木挖开 子安就醒过来了 同学们看看 这个小鸟的念力 能把一个死人念活 通过这个比喻 那何况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要加持我们呢 所以同学们 我们经过 不管你什么的魔障 来折磨你 什么样的业障 来 佛在经上讲 哪怕三千四 大千世界都充满火 你都不要怕 阿弥陀佛在住持你 大家往下看 安乐国为正觉善住持 七国岂有非正觉事 这是讲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绝对没有 不觉悟的事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善在住持 世国言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住持 极乐世界 大家都不怀疑 现在观点 我们现在 有没有被阿弥陀佛住持 作为同学 你相信不相信 你现在就被阿弥陀佛住持 同学们 你要没有被阿弥陀佛的善住持 你今天晚上不会来的 你怎么会跑这儿来呢 新加坡这么多人 怎么你就来了呢 我说了你要不相信 你回去看无量寿情 你就知道 你为什么来的 我以前看到一个 我讲经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来 我一看就知道 那个先生不想来 太太没办法 太太让他来 他只好来了 那是个圆 实际上是佛让他来的 佛力助持他来的 我们大家能有这个圆 在一块学这部经 那是佛力加持啊 同学们 这本书啊 我做梦都没想到 大家能忍守一本 我来讲 六月份 我第一次讲的时候 同学们还拿的 不是这本书 是另外一本 往生论注 你看现在大家拿这本书 那要 虽然是从台湾申请来的 实际上是佛送来的 阿弥陀佛法王善助持 我们今生 能有这个圆相聚啊 我从中国 达东北的 就跑这儿来了 我们这边还有 其他远道的同修来 怎么会住 会跑到我们宴庆寺 大家在这一块 就讲着 网上论注了 佛安排的 这不得不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讲阿弥陀佛 这不是佛安排的 我们怎么会讲阿弥陀佛呢 讲阿弥陀佛你能来 那不是阿弥陀佛来的吗 安排的吗 你看现在要上别的课 上课的人都可多了 讲一讲怎么投资 哇 来一片 看怎么发财 怎么样减肥 怎么样保健 现在我们讲怎么死 你能来 哎哟真厉害 大家都讲怎么活 今天我们上课 讲怎么死 哇 有的人一听都忌讳 忌讳也得死 我们这个是真的是 所有死里面最好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 佛来接 那是最好的死 这个就是死 就不可思议的死 微妙死 初死而死 这个就是 所有字都会叫清净死 广大 无边祭死 这个死 我们这个死 在佛里一住持 就不可思议了 那就可以祝福欢庆 所以死亡本来是很可怕 很恐怖 很忌讳 到阿弥陀佛来一加持 我们大家就不 不慌不忙了 但可能同学们还想 哎呀 提到死我还是有点慌 你现在是慌 到死的时候你就不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来讲持你 不信呢 到时候你就信了 所以这个法王善住持 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住持 我们现在就有阿弥陀佛住持 大家好好念佛 你不用故意去体会 去感觉 不要去那容易着魔 你就这么念 自然就有这个体会 有体会了 你去抓 他也抓不到 你去执着也执着不了 这才叫高明 你想跟别人说 也说不清楚 念吧 能念这句佛号 就是佛力住持 谢谢你 谢谢你